字幕提供 去到1999年左右 你自己音樂的唱片公司 突然說要賣盤了 葉智明不玩了 你當時的心態是怎樣 其實賣盤的時候應該是1996年 開始談的 我這張藥也是在1997年 即是尋開心之後 我說過要你發落之前 不是 應該是尋孕的時候 已經開始傾身合約 我覺得這些東西又是 自己控制不了的 這些不是自己能力範圍可以做到的事 既然我都簽了藥 往後都還有一些計劃要實行 不如繼續下去 再簽多幾年藥 一直到1999年 200年正式轉名 英王 英王娛樂 他們同時簽了很多新人 亦都有很多不同範疇的工作 一直在發展 例如電影 2001年就離開英王 沒錯 但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其實英王也有繼續幫你出碟 為什麼你又不會想繼續下去 繼續出什麼碟 在英王繼續出碟 你意思是什麼時期 就是01年左右繼續下去 或是繼續簽續藥 其實01年出最後一首最好慢慢來加清算 那幾首新歌是之前已經錄下了 其實在英王期間最後兩年是沒有工作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所有大公司對於自己的合約人 如果大家都不再有興趣續藥 都是這樣等待 無論是電視台也好 你有沒有覺得英王沒有幫過你的音樂事件 那當然不會 怎麼會沒有啊 香港好像第一個歌手在新世界中心 賣大的海報應該是我來的 英王其實是做了很多 香港樂壇在宣傳策略上的第一次 唱片和商品掛勾 都好像是我第一個 應該是越派越外那支碟 是同一個時裝品牌掛勾 去做一些宣傳的 在碟裏面送很多產品的東西 都好像是由這張碟開始 所以我覺得 在每一個時期 我都賺到不同的東西 我又不會覺得別人不落力 別人的資源都要投放在其他地方 那一間大公司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你會覺得是投放在其他人道 不會投放在我身上 那我就走 是否可以這樣說 最不合的地方是你藥 不是的 其實是個合約 很自然地到期 那就離開 大家都沒有意欲去繼續下去的時候 留在這裏也沒有意思 那譬如你選擇離開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去轉其他唱片公司 當然有啦 有聊過的 但是也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 趙學儀 想聽竹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就可以了